晚上好,这里是枕边经典,感谢你每天晚上的到来,我是尼巴,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英国的达纳佐哈·伊恩马歇尔夫妇所写的诗,《你为生存做些什么,我不关心》,一起来欣赏。 《你为生存做些什么,我不关心》,《我想知道你的渴求,你是否敢于梦想那内心的渴望》,《你的年龄多大,我不关心》,《我想知道为了爱,为了梦, 《为了生机勃勃的奇遇,你是否愿意像傻瓜一样冒险》,《我不关心是什么磨圆了你的棱角》,《我想知道你是否已触及自己悲哀的中心》,《是否因为生活的种种背叛而心胸开阔, 《亦或因为害怕更多的痛苦,而变得消沉和封闭》,《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够面对痛苦》,《我的或者你自己的》, 《用不着你自己的》,《用不着你自己的》,《用不着你承识》,《用不着去掩饰》,《使其消退或使其凝固》,《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安享快乐》,《我的或者你自己的》,《你是否能充满野性的舞蹈》,《让狂喜》, 《住满你的指尖》,《住满你的指尖和足尖》,《而不告诫我们要小心》,《要现实》,《要记住你的存在的局限》,《我并不关心你告诉我的故事是否真实》,《我想知道你是否能为了真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怕别人失望》,《你是否能承受背叛的指责, 《而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år! никаких承识》,《而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想知道你是否能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即使每天的生活并不舒心》,《你是否能从上帝的存在中寻求自己生命的来源》,《我想知道你是否能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即使每天的生活并不舒心》,《你是否能从上帝的存在中寻求自己生命的来源》,《我想知道你是否能从上帝的存在中寻求自己生命的来源,《 condition》。 我想知道你是否身处颓静 却依然站立在湖边 对着银色的月光喊出一声真美 我并不关心你在哪里生活 或者你拥有多少金钱 我想知道 在一个悲伤绝望厌烦 受到严重伤害的夜晚之后 你能否重新站起来 为孩子们做一些需要的事情 我并不关心你是谁 你是如何来到这里 我想知道 你是否会同我站在火焰的中心 毫不退缩 我并不关心你在哪里受到教育 你学了什么 或者你同谁一起学习 我想知道 当一切都背叛了你时 是什么在内心支撑着你 我想知道 你是否能孤独地面对你自己 在空气的时候 你是否真正喜欢你结交的朋友 好了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精选的内容 希望你能够喜欢 感谢你的守候 我是泥巴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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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